一輛農耕用的鐵牛車 一到晚上就變身為復古的燒烤台 成為高雄市特殊的街頭夜景 夏日 涼風徐徐 紅燈籠高掛 鐵牛車靜靜的停在街角 不做農事了 昔日碰碰碰的聲響 已經被談笑聲給取代 這個地方蠻懷舊的 有那個古早的感覺 三五好友圍坐在鐵牛車邊 昔日是圍欄 今日成了簡易餐桌 時光倒轉 倩宜的夜晚 就此揭開序幕 很有人情味的一間店 然後來這裡大家喝酒聊聊天 聯絡一下感情很不錯 客人邊吃邊聊 一旁船來陣陣燒烤箱 熱呼呼的關東煮也在旁邊湊熱鬧 老闆阿德忙著張羅食材 這個三角窗店面 在阿德進駐前開什麼倒什麼 現在房東阿嬤可是超開心 不用再為找房客傷腦筋 我喜歡這種風格 這種風格的店 烤雞腿肉不柴 然後還有它的 它的雞肉汁都鎖在裡面 小捲啊 雞腿肉啊 松阪豬啊 這個都是我們每次來必點的 來到那台車的那個感覺 覺得很棒 關東煮很清爽 很入味 選擇創業這條路 當然就是 義無反顧嘛 對啊 但是相對做久之後 慢慢讓客人得到客人的認同 其實我覺得那是我當下最大的樂趣 因為那是一個最大支撐我的一個動力 阿德沒做過熟食 燒烤手藝 卻是迎來一批又一批的下班客 厲害之處竟然在於 他沒有兩把刷子 我們在做料理的過程 其實基本上都不太用太多的香料 或是太多的醬料 去掩蓋它原本的味道 然後基本上都盡量保持它原本的新鮮 跟它原本的味道 不像日式燒烤 邊烤就邊刷上厚厚醬汁 它單純只利用火候將食物烤熟 不管是海鮮還是肉類 蔬菜完全不加醬料 頂多撒點鹽巴提點味 就是要忠實呈現食物的真滋味 但別以為會很單調 在盛盤後總會來些個人創意 首推就是松盤豬 那最招牌的 一頭豬就兩塊肉而已 就號稱黃金六兩 對啊 那我們調味的方式就是 也沒有做醬料 然後只做我們特調的鹽蔥 類似像那個燒臘飯 燒臘飯上面都會放一些 像油蔥那種東西 對啊 那突發奇想嘛 就想說試試看 發現它是非常非常對味的 用味噌醃製松板豬 再上烤台是許多師傅的做法 但就因為自己喜歡吃油蔥 因此結合松板豬 結果引來一堆食客 不只如此 比手掌還要長的大虎蝦 有兒子掛保證 不用推薦就成了美桌 必點彩色 他很喜歡吃蝦子 非常非常喜歡吃 不新鮮然後不吃 對啊 太小吃它也沒什麼興趣 它其實算是炒蝦 所以我們一隻蝦子的規格 可以到90克以上 對 算是蠻大等級的 巨大等級的 越搭汁 它的肉質越甜厚 然後越鮮甜 這裡沒有一般燒烤店的醬器 許多烤物 其實是阿德庶民生活的經驗 這是你發明的嗎 是啊 真的 真的 對啊 就是純粹就是烤油條 但是我們會再加一些 我們自己特調的香料 去調味它 然後其實它吃起來味道 雖然很普通的一個食材 但是吃起來有點像鹹餅乾 很特別 很多客人喜歡吃 烤油條 把外面沒有吃過的 脆又香 又有口感 不油膩 我們從旗山跑來 學校唸的是觀光 做過旅行社業務 也自己從泰國帶貨回來 在夜市擺攤賣 後來結婚有了小孩 經濟壓力變重 於是六日還會開著胖卡 坐起行動咖啡車 一個星期七天天天都在工作 我一開始切菜是這樣 真的啊 切蔥也是啊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我那時候看到人家切菜 我說哇靠這很強 對啊 但是沒想到練久了就 熟人生巧 是啊 儘管生活算是穩定 但想自主擁有一間店的夢想 始終在心頭上跳躍 和風醋拌洋蔥 和風醬為主 就是有酸味 有甜味 然後有它的一些芥末的味道 和風的味道 對啊 然後配洋蔥或是涼拌菜是比較清爽 做像其他的千島 甚至於美乃滋醬什麼等等 就是味道會太複雜 然後做和風它配燒烤是比較清爽 終於三年前 朋友老家的鐵牛車給了靈感 加上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績給老爸看 於是把做了九年 朝九晚五的業務員工作給死了 全力投入 純粹愛吃 卻又一竅不通的燒烤行業 我爸就是也是那種 標準的那種嚴復 我剛創業的時候其實 不想他們擔心 所以盡量不要求救 他們應該也是很相信我 就是我是做事情 算執行力很高的人 然後就是有下決心 然後會做得很好 不想要求救 實在是因為阿德的個性 就和老媽一樣 好強又不服輸 負責倆關係 曾經緊繃到兩年不說話 不過透過分享美味 親人間的衝突 倒也暫時秀兵 老媽來吃過 有來吃過 有來吃過 表面上他們都覺得說不錯啊 事實上是他們吃的習慣 因為我爸也是老饕啊 人的潛力是會被激發的 阿德的燒烤工是在網路上 加上工具梭理 一天天練成 當然親朋好友全成了白老鼠 也因為主打燒烤不加醬料 所以食材的新鮮度特別講究 因此他會清晨兩三點 親自到果菜批發市場 挑選才剛下大火車的蔬果 剛拆香的貨 我們台語叫浪靈 浪靈耶 那菜最漂亮 他說蘿蔔會有三層皮 所以要削三層 但是有的大概都削一層而已 但是我比較龜毛 至少都要削到兩層以上 直角麵把它削掉 這樣第一個漂亮 第二個它在煮的時候 沸騰的時候 蘿蔔碰撞才不會讓它缺角 對 你怎麼會怎樣 就在網路上看到 然後就回來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是真的 蔬菜只買第一手的 海鮮更是天天進貨 進了海鮮的食材 就包括烤蛤蟆 還有我們做酒蒸蛤蜊 或是像烤生蠔 現在都冬死了鵝啊 然後我們盡量就是一天 可能就買幾斤 賣完就算了 賣完就算了 我每天進貨 我每天進貨 我不等貨 因為只想靠自己 創業金30萬的情況下 自己還當起 裝皇宮外加設計師 刷油漆 訂木座 擺設老窗 通通自己來 別人是聖誕樹掛彩燈 他們來枯木掛燈泡 成功營造 復古懷舊風 既然都決定不當三班族了 既然都決定不當三班族了 那我既然要做了 我就不希望再留 那一步跨 既然覺得那麼久跨出去 我就不希望自己再走回頭路 後來彰化方韵的鐵牛車 還是朋友一起相挺 出動六頓半的貨車 才將它載到高雄 板件 鐵件全部都爛光了 會不會全部爛掉了 那時候 袖石的部分全部都做切割 然後把它都拆掉 然後原本這台車的後框 它是沒有這個後架的 我想要營造就是 像古時候那種木窗開窗 然後撐一個竹竿的那種感覺 當年的胖卡 成功帶動咖啡買氣 方韵來的鐵牛車 也沒讓阿德露氣 三年前店都還沒開張 有位活動策展員看到 因此邀請他們到會場展示 當阿德開著鐵牛車 碰碰碰的進場時 造成了大轟動 對… 我多很多 我多大概兩三倍 那時候想說 應該花招牌比較划算 結果我沒想到花了更多錢 結果無需自視招牌 鐵牛車就幫燒烤店 打出知名度 渾然而成的氛圍 夜夜吸引懷舊的時刻 如今烤台已經從一台增加到三台 原本阿德得老闆肩撞中 現在已經請到七位員工 回想一路的心情點滴 是負責量的榮斌 證據了他所有的情緒 他在去年心肌梗塞 因為做氣切 沒辦法跟你溝通 然後說當初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看好 結果我爸在白板上面寫說 我當初也這麼覺得 我就… 但是他現在知道我這樣子 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就還滿開心的 是負責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